梦春、季春、种春是什么意思? 梦春即农历正月份、种春即农历二月份、 季春即农历三月份。 农历一年分十二个月,依次为梦春、种春、季春、 梦夏、种夏、季夏、季秋、种秋、季秋、 梦冬、种冬、季冬、一年分四季、春、夏、秋、冬、 每三个月为一季,即梦种季。 自秦代以来,我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。 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,而在自然界, 在人们的心目中,春是温暖、鸟语花香, 春是生长、耕耘播种。 在气候学中,春季是指平均气温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的时段。 晚春时节,气温逐渐升高,饮食应以清淡为主, 可饮用绿豆汤、酸梅汤和绿茶等,以防体内积热。